太鲁阁男性都要学会狩猎文化 才能够守护美丽的家园 不过在现代两性平等的时代里 女性参与狩猎文化 也成为了族人关心的议题 花园县秀林乡太鲁阁族猎人协会 召开了会议集体来讨论 并且建立女性参与的条件和伦理知识 共同来守护延续太鲁阁族的文化 在现代讲究两性平等的世界里 太鲁阁族狩猎文化将不再是男性的代名词了 为了关注女性参与狩猎文化的活动 花园县秀林乡太鲁阁族猎人协会 并且召开干部的会议 共同的讨论年度的重大议题 太鲁阁族也开始在讨论 让女性也参与狩猎 今天我们讨论的 共同的讨论的一个决议是说 我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将来女性狩猎 我们是赞成的 但是它必须是一个身体要健康 而且有兴趣狩猎的 而且对我们的山林 这个山林的智慧 都有充分的了解 同时它要有合作 猎人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因为在山林里面 山林里面 猎人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安全必须要狩猎的人 大家互相合作 在山林里面一起合作 这个是刚刚讨论的情形 所以我们希望将来 也更多的女性 太鲁队女性 参与我们的猎人组织 也一起到山林里面 共同守护这个山林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讨论主要的议题 希望这个议题 能够慢慢扩散到 我们整个部落里面 让部落有更多的理性 都加入我们猎人组织的一个行列 我们成立这个猎人组织 最主要是透过这个组织 来做自律 自清 自主 就是说我们的猎人 在山林里面 不是说去专门打猎的 而是透过我们自主管理的方式 透过这个猎物的回报的机制 我们让这个山林的动物 都能够永续 都能够维持它的平衡 而且能够永续发展 欢迎先生秀文湘 太鲁阁主猎人协会理事长 连德瑞尔表示 太鲁阁主主信土地四学 山林四家 协会除了秉持传统狩猎规范 传承猎人文化 承续着先祖的山林智慧 永续保护以及经营传统领域 也结合了学术单位 以及政府机关合作的机制 进行动物群组监测 希望透过这次的会议 并且建立女性参与的条件和伦理知识 共同来守护延续太鲁阁主族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按摩